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 鬼牙门和白眼窟这两个所谓的地狱之门有史可宰吗 史家又是怎么论述发生在地狱之门的凄惨迷案呢 黄皮子坟里面的鬼牙门目测是大兴安里的险碑山洞 传说这里是通往民界的入口 人死后都要从这里进入九泉 生人若留恋死者 有可能能够在这里和死者的幽魂相见 只是人鬼殊途阴阳分明 一个不小心 生者有可能被幽魂拖入民间 永远成为乌魂野鬼 搜神记就记载了一段跟鬼牙门相关的事情 汉朝勒浪郡有一个义令很怀念自己死去的妻子 就请求术氏做法 让自己和王七相见 术氏告诉他 做法可以 但傍晚有时必须离开 义令称是 于是术氏就带着义令前往险碑山洞做法 让义令和王七的幽魂成功相见 可是没想到 即将傍晚的时候 王七突然提出 既然义令这么情深 只要自个生上二两肉 就可让自己起死回生 义令听完 拿起佩剑时却犹豫不决 于是王七大怒 你说 祈生太后 现在让你爱我 你才让你爱我 现在让你爱我 你才让你爱我 现在让你爱我 你才让你爱我 现在让你爱我 现在让你爱我 你才让你爱我 现在让你爱我 现在让你爱我 离开山洞 义令想不到 夫妻恩爱几十年 一招翻脸 爱其变恶鬼 两个人在山洞里纠缠不朽 这个时候 半晚已到 山洞死门大开 义令被王七拖入九泉之路 再也不知去向 几年之后 义令的家人打开了这位王七的棺材 竟然发现 棺材里面就放着义令的一块衣袖 衣袖上面还有血迹 更吓人的是 棺材下面隐约能听到义令的惨叫声 这下把义令的家人吓得不轻 大家赶紧把王七的棺材重新放入地下 草草埋葬 做鸟兽散聊 你们的老是什么呀 快要死我了吗 恐怖未完 喜欢就请转发视频 订阅我们 现在恐怖继续 黄匹子坟提到的另一个死亡之地 就是白眼窟 据说这里是阎王殿门口 现实中所谓的白眼窟 目测就是世界五大死亡谷之一的 纳林格勒谷 和鬼牙们不同 传说冥界中怨念太深 不能被超度的幽魂 都会被放置在这个深谷里 数百年来 这里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骨头 流传在这个深谷的故事 也让人闻之战利 传说云草时 有一个猎人很怀念自己死去的儿子 就在一个巫师的帮助下 在纳林格勒峡谷 见到了儿子的幽魂 儿子告诉猎人 自己时常感觉饥饿 又无法被超度 需要每十天吃一个人 方可维持自己的魂魄 原本善良的猎人为了儿子 便兴生歹炼 每隔时间真的杀掉一个人 交给儿子使用 就这样过了两年 有一天 猎人的妻子生下了二儿子 猎人非常高兴 连续几个月只顾着二儿子 没有去纳林格勒峡谷看大儿子 这让做了忧魂的大儿子极其嫉妒 他要求猎人杀掉二儿子 否则自己发起疯来 连妈妈都不放过 猎人一下子就愣住了 儿子啊 这可是你活着的弟弟 你怎么可以 大儿子冷漠地说道 休要装好人 你两年来杀人无数 正有一堆冤魂等着封死你 有赖我一直保护你 今我不再保护你 看我们一家还能怎么样 当初因为亲情 猎人甘愿作孽 而现在只因为嫉妒 这样的亲情 却脆弱的弹指可破 猎人已经无话可说 在这之后 人们再也没看到猎人一家 那么老猎人到底死了没有呢 白眼库还有哪些死亡传说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 可以知道答案 想要知道更多怪力奇谈 就请订阅我们 或者转发视频 你们的支持 才是下一周 我们恐怖继续的动力